花莲縣園役百工工藝家卡罩马耀正在创作阿美族农村时期的木雕艺术创作 而縣议员林品阳、林郑福、平和村长张玉胜也前往工作室来关心创作理念 未来也会协助工藝家卡罩马耀将作品在阳光电程进行展出 让乡亲游客来了解寿风箱阿美族的工艺之美 双方向国宝及木雕师卡罩马耀今日在创作新的木雕作品 为了关心创作的理念 鲜眼林品阳、林郑福、平和村长张玉胜也前往工作室来了解创作的过程 平和村长张玉胜表示卡罩马耀在3月份也前往竹北展出作品 让大家看见花莲的木雕工艺之美 而这次创作农村时期的情境 让早期生活的貌样能够重现在木雕当中 我们的木雕老师、胡老师所调出来的作品 看起来都是很活的、很漂亮的 大家很有灵感把各种生活的形态 包括现在最新的它这个农村 以前的农业社会的生活 的收割还有梯田 他都把它做出来 让以后我们的年轻人 可以怀念以前老一辈的农业生活这样子 长期关系与这面事务的先约林平阳、林郑福 对木雕师、卡罩马耀的坚持理念 可以说是大家的赞许 同时也会协助作品进行展出 让大家看见花莲的艺术之美 寿风香、卡罩马耀老师 是我们全台湾的一个工艺老师的一个国宝 那我们非常欣赏他的一个作品 那今天也特别了解到 他有一个新的作品即将展出 我们特别来现场来观摩 那其实我们一直以来也非常关注 我们所有原住民、相亲、好朋友的 这个所有的工艺产品 那特别是我们寿风香、冰河村 有这么一样的一个工艺老师 之前先前也在很多地方将他的作品来去展览 那我们也希望往后也能够协助 那争取更多的经费 让他到各个县市 能够展出我们寿风之光的一个作品 看到的南岛的故乡 在我们花莲这个阳光电神显现出来的一个作品 让遼望这世界看到我们阿美文化 甚至于我们六大群组的一个文化的点 是一个很亮好的点 也希望我们新政府甚至于我们延民会 能够重视我们花莲 甚至于我们延民的作品 甚至于把这些作品 不管呈现到我们各乡镇 甚至于到全世界的一个城市 把让我们的严民的作雕 甚至于的石雕 木雕 皮雕 都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我们的作品 让 让竹北市的大城市看到我们的文物 是多么的亮丽 也希望 由我们政府 能够相关单位 重视我们原住民各项的一个文化特色 也邀请我们全世界 甚至于我们台湾地区 能够到我们花莲 看看我们花莲的所有的物品 看到我们严民的认真 负责 甚至于把这些文物都能够显现出来 木雕师卡扎马耀相当的开心 先言林平阳 民政府 凭和村长张云胜大大的前来关心 让他的创作权源能够更加的升华 同时他也在工作室进行解说 每件作品的故事和创作理念 而这次创作新的作品 正在积极的感光当中 希望在年底之前 能够承建给大家 改造 马耀 木雕 赞 赞 赞 这个详细朋友到